來 這個我們請審發會審委員 來主席請陳明通主委 主委喔 謝謝 委員好 委員長 老師好 這個 這個職場上這個地方請問我是主委就好了 這個 我想今天這個在這個時刻安排有關這個 這次這個 專機撤僑的這些問題的協商過程 我想一方面也是因為 國人關心 然後關心這個這個整個過程的協商的過程跟現在目前有的安排的可能未來的發展 這是一方面 但是另外一方面在這個也是我們 也在我也在這裡請這個我們委員會這邊也要 我們也要 擔憂了 因為今天晚上還有一班 好 因此我在這邊 也不能請主委喔 暢所欲言喔 這個以免影響這個接下來未來的這個我們的這些兩岸的協商 我覺得這個都是有不利的發展喔 那這個 所以我在這邊 也要跟主委這個 表示肯定啦 高度的肯定 因為這個 這個在這段時間喔 其實我們看到這整個 兩岸之間的互動喔 中國可以說在這裡面 這整個過程裡面 醜化進出啦 這個 文攻武嚇啦 還包括這個 這個 這個 他們的軍機喔 干擾啦 然後再加上他們的這個 發言人喔 已經 謾罵到基金插科打魂的地步了喔 但是我看到我們的這個陸委會 我方這個在整個過程中其實相當克制的喔 克制到幾乎說可以說是委屈求全的 地步了喔 所以 可以想見這個辛苦了喔 尤其我們陸委會站在第一線喔 在這裡先給 給主委肯定 謝謝委員 但是這個 我們這一次喔 我想這個 由於透過這樣子的 一方面這個 中國的宣傳 一方面喔 我們自己國內 又有一些代言人喔 在這邊 這個 這個唱賀 再加上網路 的這個 這個不實的消息等等 很多人就搞不清楚 想說我們這個政府 那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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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家政府 那家 那家 不然 不然 不然讓他們對 武漢不會 為什麼要 要讓他們對 要這樣 一千公里走去上海 一千公里 是不是 我們條工 孤獨 我們條工 要刁難 要孤獨 沒有把他們當作我們自己的國民 我想在這裡今天利用這個機會 也是 希望說主委跟大家說清楚 是 事實上我們 這個所有的過去 包括第一次的包機 第一次的模式 這個2月3號 這個完全由中國主導 的這個 這個 這個 的這個回台班機 以及第二次 我們所謂說兩個 我們華航跟東航 兩個這個 這個 這個 第二次的這個專機的模式 到今天 昨天跟今天 這樣子所謂類包機 的方式 也是指定航班的方式 為什麼我們今天 要用指定航班的方式 其實是因為我們在整個協商的過 其實 第一次 第二次 尤其是第二次 他是必須經過兩岸 政府協商 你才有辦法 這個這個從武漢接人嗎 因為那時候整個武漢整個湖北都是封鎖起來的嘛 他是屬於封城的狀態 所以他們那邊的居民 沒有得到他們政府的同意 他根本沒有辦法移動 沒辦法離開湖北吧 所以我們要把人接 把我們的國民接回來 我們必須跟他們政府協商 必須跟中國政府協商 他同意放人 我們才接得回來 那現在武漢解封啦 解封所以 湖北解封 湖北解封啦 對湖北解封了 所以湖北的居民 他可以自由的 在中國 在中國 來自由行動 而中國現在開放的 我們的這個 這個 這個目前的這個 我們 有定期航班在飛的 就是四個機場嘛 啊這四個機場 成都跟上海 離湖北最近 但是 上海的班機比較多嘛 所以我們指定上海的班機 讓這個 讓這個 湖北人他們可以競速的 等於說我們在 雙方政府繼續協商沒有關係 也許未來還有包機的機會 還有專機從武漢擠飛的機會 但是在未來這個 我們雙方還沒達成協商之前 我們先 增加安排更多元的方式 用指定航班 來把它 用包機指定 讓湖北人搭乘的方式 等於是提供湖北人多一個選擇 更早提早的回台灣 我這樣的解釋對不對 完全正確 那這樣就跟國人講清楚啊 對不對 跟國人講清楚 我們就是因為這樣子啊 所以這其實是我們政府 我們片面 單方面 沒有跟 不用跟中國協商 因為班機每天都在飛啊 我們只是指定其中一個班機 說這一班 我們就讓 其他人不要搭 讓湖北人來搭 讓他們趕快 盡速的能夠回台 對不對 所以這個就 就要講清楚 這講清楚 所以 事實上 我們這次等於我們政府 這次在 三個大原則之下 我們所提供的 這樣子的 我們也是盡速的希望能夠把 滯留在湖北 甚至未來滯留在武漢的 這些 我們中華民國的國民 盡速的 讓他們回國 但是整個協商的過程 為什麼在政治上遇到障礙 除了兩岸長期以來的 的信任問題以外 最重要的就是中國政府 他不希望製造說我們 中華民國國民 我們把他接回台灣 是撤僑 他就是要抹除外界認為說好像 跟其他國家一樣 這個撤僑的這個 這個意向 他就是為了要避免這個意向 一直在這過程中 多方的政治刁難 對不對 我想我尊重委員的看法啦 對啦你不要講啦 你講了就影響了 未來的這個 這個協商 這個我來講 我立法委員自負原則啦 中國就是這樣啦 中國就是 就是因為他們不想讓外界認為說台灣 的這些 我們中華民國的國民 回來台灣 這個是撤僑 因此他用各方的 多方的阻撓 他不希望跟 其他國家撤僑的模式 有類似的方式 而且甚至 讓台灣 像台灣連他們香港都不如 香港是他們地方行政 特區 香港都可以用橫濱模式接人的 他不讓我們用橫濱模式接人 然後在台灣國內還有一些過期政客 如馬英九之流 在這邊跟中國政府唱賀 一再提出 這些中國政府他們的 的立場 這個齁 我在這邊要 這個要奉勸馬英九 你還有奉勸我們國民黨的這些 我們的這個委員同仁 你知道馬英九在這樣繼續表演下去 未來大家國民看在眼裡 未來都會跟你們國民黨算賬了 那馬英九在那邊表演 所以我現在要跟這個 這個主委 我知道主委有 有職務上的困難 而且我們也在這過程中 也確實是整個委屈求全 我們也不願意說 大家惡言相向 但是這過程 我想這台灣人民看在眼裡 從第一 第一次的這個 完全由中國 中國他們自己 專機 送回台灣 2月3號 跟第2次 3月 10號 我們 這個 華航跟東航 大家各費一班 從華航跟東航各費一班 這個所謂馬英九模式 這個模式當中我們就看到 整個東航在整個防疫過程中的配合 以及他們第一次包機的時候 不願意提供我們 事先提供我們名單 這樣子的政治阻撓 這個如何建立兩岸的互信呢 所以我現在 我想這個 這個最後剩下一點時間 我希望主委 是不是跟主委跟大家說明一下 昨天這個第3次我們這樣子的類 我們這樣類包機用這樣指定航班的方式 我們未來 我們是不是因為這樣我們就停止跟中國 中國政府協商了 我們未來是不是還有可能 進行跟中國政府進行協商 再以第2次 類似第2次的方式 這樣子的再從武漢起飛 這樣子的 的包機方式有沒有可能 我想跟委員報告啦 這個 解封的地方跟沒有解封的地方 國人緩回的方式 我們都提供這種 多元 多元 多元廣道 所以這是印碼歸印 對 那麼 武漢的 包機我們當然是繼續在協商啦 繼續協商嘛 武漢的包機再繼續協商 所以如果中國政府釋出三億 未來有可能很快的就再有一班武漢的包機 因為武漢的因為它沒有解封嘛 那些人 一定要用包機才有辦法接回來 對 武漢以外的湖北 那我們看到今天 昨天跟今天的這個模式 我想不要用包機啦 因為這個 用指定航班啦 指定航班的方式 就是說 事實上 他們也配合啦 坦白講 最後他們也配合 讓我們用這個方式回來 這個也要謝謝他們啦 這個提供了 在我們做國務員管道 這一部分呢 他也願意 讓我們人 從上海 因為這是一個固定的航班嘛 那他也 可以讓我們回來啦 今天是多元的廣大 但是這個武漢的部分 能難 如果你要4月8號以前要回來 你還是要怎麼樣 要去協商 對 還是要協商 因為他現在武漢還沒有解封嘛 4月8號即使武漢解封 飛機呢 也是他國內航班 港澳 還有北京的飛機 都不能飛進去武漢 對 都不能飛進 所以這裡面還是有變數啦 那武漢的國人要回來 我想還是要繼續去協商啦 那我想跟 跟委員報告說 這個協商的過程裡面 最大最大的困難 其實就是 對防疫的認知不同 對 對防疫的認知不同 這個從第二次的回來東航跟華航的整個防疫 防疫過程 我們就可以看出來 雙方對防疫的認知實在差距太大啦 那對我們來講 我們的原則非常清楚 防疫優先 弱勢優先 然後全力準備量力而為嘛 對不對三大原則 我想我們陸委會繼續堅持啦 我們 但在這個過程裡面我們還是 我們全心全意的希望我們中華民國國民 能夠平安的回到台灣 但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還是要以台灣的防疫為第一優先 那當然 你若是 優先回來為第一優先 這樣我們量力而為 不能說我們回來之後影響到整個台灣防疫的能量 好不好 以上謝謝 謝謝省委員 如果還有疑問 可以再登記第二輪 謝謝 現在我們請 葉宜蘭葉委員 謝謝